SAR抛物线指标是趋势停止和反转的指标 代表原本的趋势停止,反转成另一种趋势 例如下跌走势停止,反转成上升走势 那如何利用SAR获利呢? 在图表上是用原点来标示停止点,亦都称为反转点 在上升趋势里面,股价会在SAR原点之上 相反,在下跌趋势里面,股价就会在SAR原点之下 因为SAR原点的组成,类似抛物线 所以就称为抛物线指标 传统上,SAR的参数通常会用0.02和0.2 而在策略上,当SAR原点由价格之上转为价格之下 就是买入的讯号 当SAR原点由价格之下转为价格之上 就是沽货离场的讯号 然后在平仓的同时,反手买入 就是大约在17482点买入 等SAR原点由价格之下转为价格之上 就是大约在17545点平仓,只赚离场 赚63点,就是3150元 在这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赚到足足5250元 SAR的优点是,如果上升走势持续一段时间 就有机会在转折点买入 而且赚一整段升浪 如果下跌趋势持续一段时间 就有机会及早避开 但SAR就只适合明显的单边上升 或者单边下跌走势运用 在横行或扎幅上落的走势,就不适宜运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